男人为了不切开人脑也能学会别人的超能力 他以肉体应接闪电 随着他的身体被粉碎无数次后 竟学会了对方掌控雷电的能力 一看塞拉竟不用切开人脑也能学会别人的能力 本来跟他有着杀父之仇的电影 此刻竟放下了仇恨 甚至主动教起塞拉熟练掌握能力 这一幕不仅让塞拉惊呆了 同时也给刷子小脑干萎缩了 没想到电影的杀父之仇说放下就放下 但殊不知这都是电影的算计 因为不用切开人脑也能学会别人的超能力 塞拉决定不再成为开炉杀人魔 可被电影知道后 电影却设计让便利店老板以为他被绑架 逼得塞拉不得不出手杀了对方 从而一步步再次唤醒塞拉杀人的欲望 可就在他们去抓捕拥有不死能力的克莱尔时 却遇上了八年一次的日全室 这导致了所有超能者全部失去能力 塞拉也因此被眼镜男杀死 好在当日全室退去 塞拉不死能力再次恢复让他复活 可就在塞拉恢复能力准备杀死眼镜男士 对方却说出了电影一直在欺骗他 亚瑟根本不是他的亲生父亲 见状塞拉连忙询问电影事实 不料电影却直接装上 紧张到塞拉想给他整理头发都下意识的 而也是这操作 让塞拉知道电影一直在骗他 原本他还想着跟电影白头盗 无奈塞拉跟电影亲热一番后 就直接给他开炉了 同时感受到世间是这么的虚假 于是那个杀人魔塞拉他回来了 感谢观看